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在網路行銷的過程中,很多人已經學會了技術 但是最後一離路,最難的是什麼呢? 那就是銷售文案到底怎麼寫 如果你會寫銷售文案的話 那你利用你的網路行銷技術去大量的曝光 吸引來的客戶 才能夠有效的讓他填寫表單,留下他的資料 好的開場白讓觀眾一秒信任你 令人印象深刻該如何破冰 這個書再分享主要就是針對在一個公眾場合裡面 如果你能夠在一秒鐘之內讓人家信任你 你講出來的話讓人家印象深刻 那你勢必就能夠把你的銷售文案寫得非常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在書上看到的這段文章 簡報的開場白可以中規中矩,也可以令人印象深刻 該如何破冰才能在第一時間吸引聽眾的好奇與注意 點燃聽眾參與的樂趣 最簡單也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自我介紹 某位業務副理要向新客戶介紹公司最新開發出來的晶片 他的開場白如下 各位好,今天想向您介紹我們公司最新開發的X晶片 這是為了數位電視的發展趨勢所研發出來最先進的產品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規格簡介 這種說法也許你不陌生 不僅中規中矩,而且也為接下來的內容做了鋪陳 但是,這位業務副理可能忽略了幾個問題 注意看喔,這幾個問題都是我們常見的錯誤喔 第一,你是誰 第二,為什麼今天由你來做簡報 第三,你對這個晶片了解多少,你談的內容可信嗎? 以上問題,聽眾們雖然不會說出口 卻會一直放在心中 然後雙手交叉 帶著評估的眼神打量你 當觀眾尚未信任你的時候 你的簡報效果也會跟著打折扣喔 因此,你可以這麼說 各位午安,我是K公司的Jerr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公司最新開發的X晶片 在過去兩年,我參與了這個X晶片的開發案 而在數位電視晶片的領域中 包括M公司和C公司都是我先前服務過的客戶 這段非常重要喔 非常重要,因為你的自我介紹 要包含你過去的經歷 為什麼人家想要相信你 為什麼人家可以信任你 講的以下這些話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的開場白 然後他就繼續說 好,所以公司今天特別要我前來向貴公司 深入說明X晶片在新一代數位電視上的應用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晶片的規格 好,多了一小段介紹 時間只會多個30秒 卻足以強化簡報者與主題之間的關係 並且與台下聽眾建立信任 另外一個例子是 台北市長柯文哲曾經以台大醫師的身份到TED台北演講 主題是生死的智慧 柯文哲一開場就說 在台灣的醫生裡面 我大概是看過死人最多的醫生 在生死之間看過最多 所以要我來講 生死的故事應該是最恰當的 簡單幾句話 點出了主題也建立起觀眾的信心與期待 在開場時自我介紹 目的是讓台下認識你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 讓台下的人信任你 因此任何能夠增加可信度的素材都值得應用 例如 你的經歷經驗 你的專業背景或認證 你的年資或職集 你服務過的客戶或執行過的專案 媒體的報導或者是相關的資料 還有其他專業相關的成就 這篇文章來自於經理人雜誌 所以呢 讀書長智慧 沒事多讀書 如果你沒時間讀書嗎 那你請看牛奶爸的網路行銷八點檔 達回金 如果你看牛奶不維持